从厨三十多年的郭艺深耕玉菜领域获得过无数赞誉 为了追寻好的食材 二十多年前郭艺从家乡周口来到几园 专门研究烹制黄河鲤鱼菜品 那么今天郭大厨又能带我们领略到怎样的黄河鲤鱼风味呢 大家好 我叫张文菊 从厨四五年 这是我师父 大家好 我是郭艺 从厨三十二年 这是我师父 大家好 我是陈锦畅 请见冲译 六式营宴 原来你们三位是师徒三代人啊 对 那我们今天可太难得了 要吃到师徒三代人为我们烹饪的菜肴 准备好了吗 大家 准备好了 那我们黄河上的鲤鱼宴马上开始 您二位今天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菜啊 今天做一个糖醋软溜黄河鲤鱼背面 这也是一个传统郁菜 糖醋软溜黄河鲤鱼背面 河南人习惯称之为鲤鱼背面 由糖醋软溜鲤鱼和背面组合而成 可谓郁菜中的经典 一步先炒汤筛 加水 加水少一点 这个水主要是融化糖的 就开始慢慢熬了 对 慢慢熬了 这个我把它的水分蒸发掉 把水分蒸发掉 然后慢慢地会变色 对 是 熬到第一步是挂霜 第一步是挂霜 对 第二步是拔丝 第三步都是糖筛 这都到挂霜了 看到 嗯 怎么判断它挂霜 体泡了吗 体泡就是挂霜的一个 对 众所周知 炒糖色是很多糖醋菜品中 尤为关键的一步 这是对厨师火候掌控能力的直接考验 整个过程需要不断地搅拌 一刻不能停歇 防止糖色粘锅 最终上晒的过程中 多一秒 糖晒会发酷 少一秒 颜色则不到位 可以了 可以了 是吧 好 那咱们下一步是 炸鱼 下面就开始直接炸了 对 您拎起来我才发现 就是为什么您刚才 刷鱼的时候 不从肚子正中间剖开呢 是给它偏了一个 然后它两个鱼鳍就在一起了 以后这个鱼放的时候 以后对客人的时候 是这样看 这是像整条 是个美观 还有对客人是个尊重 有好多上鱼它这样上 不能这样上 这样上的时候就不好看 是 不好看 也就是说这样子翻过来 上鱼的时候 它是看着像一整条 对 那这个黄河鲁鱼 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城市都有 你为什么最后 在几元这个地方留下了 我家不是几元的 但是为啥来到几元的 回来是有好食材 我喜欢做鱼 这边清水鲁鱼 直接牢过来都可以做了 但是别的地方的黄河鲁鱼 它要屠杀吧 几元的黄河鲁鱼 因为泥沙的沉积 水质变轻 河道变宽 使得该流域的黄河鲁鱼 泥沙含量少 活动范围大 造就了几元黄河鲁鱼 体型建树 泥腥味少的特点 其实很多地方这个鱼 炸好之后 加上糖醋汁 这不就糖醋的吗 河南这个 跟他们做法不一样 咱这个是软溜的 不挂糊 这是软香 软溜 食育菜中一种 常见的烹饪方式 将炒好的糖色 与白醋 盐 一同放入锅中 调配成汁 再将炸至八分熟的鲤鱼回锅 勾芡 与汤汁一同烹饪 出锅后 再将锅中的汤汁淋到鱼身上 此时 糖醋软溜黄河鲤鱼 已经完成 而接下来登场的 便是徒弟张文举的 拿手绝活 背面 文举 你这太炫酷了 我能跟您学一学吗 可以啊 上下抖动 上下抖动 对 慢一点 对 合的时候是这样的 给它一个力量 转圈 挺好 挺好 再来一次 再试一下 我使劲了 它没事 这个面 怎么都粘到我手上了 你看 我这两只手没拿着 它就能够通过这个粘度 固定下来 这个面里边加了足够量的盐 还有一个碱 那这个它的软硬度啊 包括韧劲的控制 是通过盐和碱的比例 对啊 盐是骨头 碱是筋 背面又呈龙须面 是组成鲤鱼背面的重要部分 将加入大量盐和碱的面团 反复上劲一个多小时 直至面的伸力和韧力 都达到最大限度 这个能够拉到十七厚 也就是相当于二的七十方 二的二次方是四 十三万一千零七十二根 十三万一千零七十二根 对 你像这样这么长吧 也就是在两米左右 四三万一千零七十二根 乘以两米的话 是二十六万多米 这个相当于我们 中文南马峰高度的这个三十倍 你看我手上这根是完全看不清楚的 看手上这彩 真的是比我的头发丝还细哦 你看这像头发一样 非常柔顺啊 称豪的面条根根细入法丝 遇水即溶 遇火即潮 因此只能在五成热的油锅中 油炸十秒钟左右 迅速捞出 简单修整之后 盖在鲤鱼身上 今年四十二岁的杨新 是土生土长的衡阳人 他继承祖业 经营家族面馆 据说 他家的面馆 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 传到他这一辈 已经是第五代了 这一切全凭着一种 叫做打面的独特手艺 这就是我们家店 这就是我们家店 对 要不先吃碗面再说 好好好 请请 刚进到店里 我就被眼前的这一幕震撼住 好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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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面来了 看着大姐娇小的身躯 端着二十碗面 还能剑步如飞 真是功夫了得 也让我更加期待 接下来的美食调查 这一碗普通面条 究竟藏着什么奥秘 多过去啊 锅桥 锅桥 对 南原青面 锅桥宽汤 二排宽汤 锅桥中油 二排宽汤 大叔 应该说什么 什么宽汤 应该说的 二排宽汤 二排宽汤 您说这个二排宽汤 什么意思 这个面煮熟了 但是不溶 宽汤就是带 汤多一点 这个您一说 就互相明白了 对对对 这是什么方式 它这个字是黑化 黑化 黑化 词面的黑化 在这吃面 还需要用黑化来点 黑化点 那这样我也来一份 二排宽汤 时刻吐出的 几个字暗语 后厨就能心领神会地 端上一碗私人定制 这一碗面条 究竟有什么奥秘 大叔 我给你拼个桌吧 可以可以 来来来 这些太多了 可以可以 我尝尝你点这个口味怎么样 确实像想象中那么筋道 口感特别的有嚼劲 你要把这一碗 全部都吃掉了 慢慢吃 慢慢吃 为了探寻这百年老店的秘密 我打算跟着杨哥 做一天的学徒 杨大哥 您好 做面了 对的 现在是在做和面 这些都是要加进去的 是吧 对 将盐 食用碱与鸡蛋 加入面粉中 搅拌均匀 再加入极少的水 进行揉搓 杨大哥 我发现咱们这个面 怎么揉 像北方那样的面团是吧 对 因为它缺水 面粉吸水少 吸水少的话 面筋的这种挖力形成 我们感觉会更强 所以我们这边的面 吃起来口感会净脆一点 那是不是也不容易坨 不容易坨 不容易坨对吧 对对对 在面汤里边 可能放一会儿都没事 对 放一会儿没事 揉好的面絮 还要经过重力垂击 倒压成饼状 为了使面饼 磁石平整 这样简单的动作 需要重复上百遍 接下来一步就是要用我们最重要的工具 就是我们的把面棍子 这就是打棍 对 那您看我挑哪个好处 试一下这个 这多高 一米八 跟我差不多 矮一点点 矮一点点 这个棍子说实话捏起来 感觉特别有质感 其实武术就是用这个棍子 节奏 节奏 节奏错 对 杨哥告诉我 这样轮打面饼 可以最大程度地激活面粉蛋白质 让面团起劲 手疼吗 后背拳都透了 我现在终于理解你为什么穿这么少了 我现在热得后背拳都是看 对 那咱们平时打这个面要打多少下 我们至少一个人 就一次要打200到300下 但是我们一个面要做出来 要打三趟 三趟 对 那一共得需要多少时间 打三趟的话大概60分钟 也就是一个小时要敲 1500下 一共 对 姐姐 这是煮面条了 对 这煮面条我会啊 你会啊 我在家做盘子一切 这个要技术行业了 这煮面条需要什么技术含量 这不就是过几面水的事吗 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你要不要想尝试一下 我先看你怎么捞吧 我看看咱们有什么区别 我这个就是把面条把它梳直 然后 有点像划小船一样 然后用一根筷 把它摘起来 对 它是有技术行业的 像梳直啊 对 你看 没有 就像梳子一样 特别的齐整 每一个都特别齐 感觉拿筷子一条 可以把所有的都夹起来 这还可能真是个技术 但是呢 我觉得我也可以尝试一下 来 你这样子不行吧 是吧 咱家就这么拿回来 本来以为煮面工作轻而易举 没想到一上手就大受挫折 听大姐说 煮面讲究排面 捞出来的面要纹丝不乱 这样不仅好看 还能承载焦头 焦头一般以新鲜食材快炒为主 味的是追求一口鲜味 而杨哥面馆里最受欢迎的焦头 却是工序复杂 小火烂炖出来的 这是我们祖传的一个码料 叫香薰丸肚 所谓丸肚 就是要把一只空瓷碗 塞到猪肚里 这到底是什么神操作呢 将空瓷碗塞进猪肚 然后用针线仔细缝合 不留一丝空隙 感觉有点打滑 我刚开始做这个事情 手都扎了好多次了 那如果扎手的话 咱们需要用什么缝 还是用针缝 继续扎 继续 边扎边流泪边缝 杨哥告诉我 这样严丝合缝 是为了在接下来炖煮猪肚时 不会受热回缩 为猪肚定型 猪肚也能煮得更熟 煮熟后的猪肚 化身为天然的烹调器面 此时鸡肉登场 腌好的鸡肉塞进碗里 再次缝合好 放到骨汤里炖煮 熬制40分钟 再用荷叶等香料 把碗肚包裹起来 上蒸锅蒸制20分钟 打开猪肚 鲜香扑鼻 满屋飘香 最后再把猪肚切断 与鸡肉一起爆炒 浇在面条上 鸡肉鲜嫩爽口 猪肚细嫩弹牙 这就是杨大哥 征服食客味蕾的秘诀所在 横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 悠久的稻作文化 和丰富的江鲜胡鲜 让横阳人理所应当的 爱吃鱼粉 必须要吃碗粉 家乡的味道 这家店还是挺火的 生意不错 先尝尝鱼粉吧 今天有好吃的粉了 鱼头粉是吧 哇 哎呦 哎呦 没说好 笑了一下 在鱼头当中加入粉 非常的鲜美 这家的鱼粉做的太正宗了 咱们一会儿呢 得去找老板聊一聊 看看这鱼粉怎么做的 怎么这么好吃 大哥 你认识老板吗 老板 你认识老板吗 老板跟我们很熟 是吗 常客呗你们是 我叫他过来 那快跟你聊聊 老板 来来来来 你好你好 您是老板是吧 您坐会儿 我跟您聊两句 哎呀我刚才听大哥说 这个咱们这横阳人 从小就吃粉 对对对 那个时候我们从娃的时候就开始 娃娃的时候就开始缩粉了 今年三十岁的董军 经营这家粉店已有六年 董军大哥不仅粉做的好 还是当地有名的短视频达人 他经常跟店员们一起拍摄缩粉短视频 那我现在吃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鱼很鲜 但是鱼头当中很多 稀小的刺的发现不了 吃的时候很可麻烦 那待会我就叫你去做一个无刺鱼粉 这有无刺鱼粉 有 鱼粉好吃 鱼刺难防 那董哥的这无刺鱼粉 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不过要想探究无刺鱼粉的奥秘 还得先去跟着他抓鱼 但是这抓鱼的工具让我吃惊不已 大铁锤也能抓鱼吗 锤子抓鱼我第一次见也没有这样 那咱这锤子怎么用呢 怎么捕这鱼啊 砸石头 待会我砸 你看嘛 你跟着我学 来呀你来呀 你这砸我一个 你这一锤鱼不就死了 不会不会 只把它挣晕嘛 相当于一个震动 对对 挣鱼 这个叫挣鱼嘛 咱俩分工啊 好 董大哥要捕捉的鱼 在这个季节里 还躲在石头下面冬眠呢 用铁锤敲打石头 产生的生锅 可以将藏匿在石头下的鱼儿震晕 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地抓捕它了 哎呦没有 石头砸裂了都没有 也不是每一块都有的 小时候的惊喜就是慢慢一个一个找出来的 那再找吧 有时候这小石头下面把它翻开也可能会有 摸到一块石头 摸得 摸得鱼 那咱们今天要抓什么鱼 找一种会发出鸭子叫声的一种鱼啊 鸭子叫声 鱼能发出鸭子叫声啊 哪有这种鱼啊 有有有 待会我带你去找吧 还会有会发出鸭子叫声的鱼 此刻的我满脑都是疑问 真的有这种鱼吗 这不就是我们常见的黄嗓鱼吗 黄嗓鱼也能发出鸭子的叫声 这么活 咋的了 你看咯咯咯咯咯的声音 你看 是不是 对对 它是怎么发出叫声的呀 拿着整个鱼翅的时候 稍微捏紧它 刺激它 发出一种鸭子叫声 听到吧 刚才把它震晕了 等它清醒了 它叫得还厉害一些 这是我们的今天等一下的午餐 黄嗓鱼通体黄色 脊背部的骨骼摩擦 发出咯咕咯咕咕的声音 形似鸭叫声 所以当地人为它取了一个 有趣的别名 黄鸭叫 但是 黄嗓鱼的鱼刺 可是又多又小呀 董大哥会用什么办法 去除鱼刺呢 董哥 咱们做鱼怎么 桌子上放这么多钉子 铁刺 钳子 咱这要干嘛呀 待会肯定有用 做鱼要用到这些东西 对对对 今天我就用这个锅盖 把这个鱼 鱼刺把它去掉 锅盖去鱼刺 这光滑平整的锅盖 怎么去除鱼刺呢 去除鱼刺 为什么又要用到老虎钳 钉子和铁丝呢 把这个鱼 用铁丝把它固定在这个锅盖上 我们把它这里穿进去 咱们相当于是把这个鱼 就像穿串 也把它穿进来 对穿到它的骨头上面 不能定在这个楼上面 要想去掉这个刺的话 一定要穿上骨头才行 对吧 是不是尾部还要再穿一次 对对对 相当于我们现在就是 用铁丝给它 把它固定在锅盖上 这个办法真的能去掉鱼刺吗 待会你看吧 你现在这个做法 让我越来越迷惑 对我来讲也是这种特色 对 董大哥把黄掌鱼贴在锅盖反面 再利用锅中的废水蒸制鱼肉 鱼肉和鱼骨就会自然脱离 鱼肉脱落到锅里熬制成鱼汤 鱼骨则被留在锅盖上了 荣耀界面来 怎么样 它真的掉了 你看这掉的 刚才我们看到 它那个鱼肉是紧紧贴在锅盖上 但是现在已经全部脱落 这个方法还太棒了 鱼肉在锅内沸腾 散发着浓郁的香味 此时还需要米粉与之搭配 长块一捞一条 米粉落入碗中 在鳞上有着奶白色色的鲜美鱼汤 米粉吸足了鱼汤 鲜味十足 鱼肉口感细腻 一碗鱼粉下肚 温润爽口 这味道好 很纯正 就是很养人的味道 吃得出那种假的味道 把跟我买的做得有点像 用你这个方法之后 这个不爱超于四的人 就可以放心做了 那其实我今天拍手的一天 也跟着你们一天 我也发现二位其实是形影不离 我们其实一天都待在一起 平时我在厨房间 我就煮粉嘛 他就帮我摊粉 反正跟他天天在一起的话 就觉得这一天过得就很充实 夫妻店一直都是最具生命力的存在 董军夫妻二人一直坚持着 通宵达旦不打样的经营方式 让鱼粉的香气从不间断 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 家乡味才能获得完整的意义 食材和调味都如此简单的锅边 为何会受到福州人如此青睐呢 这家看似不起眼的街边小店 又为何让福州人喜爱有加 这里边究竟有什么奥秘 味道调查员决定仔细探究一番 他这里有一个虾油啊 很多人很多喜欢吃虾油 张丽娟今年39岁 从小跟着妈妈做锅边 如今母亲年迈 她和大姐张丽芳扛起了经营小店的担子 在锅边一战就是八年 张丽娟家的锅边店 在福州开了几十年 位置几经辗转 但老顾客却始终相随 能得到挑剔的福州食客的一致认可 这里边一定有门道 这看似简单的锅边 实则用料非常讲究 这次早点可以煮锅边 其他的米煮得太暖了 会糊掉了 要洗高间 最早要洗三遍 明天早上再一遍就四遍 那个比那个锅边就好吃了 米浆要用当地的枣米 头天用水泡制一整天 第二天一早新鲜现末 末得细腻顺滑 大米的香气才能充分释放 淋入锅边也才能均匀滑嫩 薄而不烂 口感筋道 锅中汤汁用虾皮加味 紫菜提鲜 最后加入的虾油演绎出老福州味道的精髓 看着张大姐熟练的姜米姜糊 临到大锅里 如同变戏法一般 瞬间就制作出一张锅边来 这看的味道调查员也跃跃欲试 要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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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跨一圈 哎呀 呀呀呀呀呀 完全做到了不均匀 这是什么锅边 还有没有办法能够挽救一下 没到挽救了 哇 太吓到了 不行了好像 不要太吽到 哇 诶 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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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枇个锅边 chlorophy Warriors 연�로 руб 所以您看这个新手做锅边 就是不是那么好做呢 您第一次煮个锅边的时候 跟我这个情形一样吗 不一样不会比你好多了 哎呦 哈哈哈 看来 这高超的技术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练成 而跟着锅边一起搭配吃的 还有一种看起来金黄酥脆的面点 姐姐张丽芳正站在油锅边忙于炸制 福州人吃一碗锅边总喜欢搭配上两块虾酥 这才是许多老福州人记忆深处最地道的锅边老味道 虾酥其实是有名无实 只是用面糊和韭菜炸成的油饼 但却是锅边的黄金搭档 人气爆棚 炸虾酥看似简单 但守着油锅日复一日的炸制也不是件容易事 张丽芳的手上布满了由于热油渐烫造成的大大小小的伤疤 她说早已习惯了 每天站在油锅边操作 再小心也无法避免 吃客们说 这家店里生意一直红火的原因 除了好吃 还有价格实险 早餐延续到午餐 来来往往的人们依旧等待着用一碗锅边来填饱自己的肚子 增添舌间的欢愉 如此受欢迎的锅边到底是什么味道 张丽娟特地给味道调查员做了一大碗 这个锅边呢 就像咱们煮馄饨的时候 那个薄薄的馄饨皮 但比那个皮的口感要更为细腻一些 非常的绵软 然后再配上紫菜 配上虾米 就是海味的这个鲜美感 真的特别棒 泡在汤中的米糊锅边 吸足了汤汁中紫菜虾皮所带来的海鲜味 口感软糯细滑 鲜味十足 一碗下肚更是温热爽口 能量满满 怪不得老福州人始终追随着锅边店 每天清晨都用它来唤醒沉睡的味蕾 而其中 全年无休的不义和艰辛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每天都这样子 没有休息 哪里休息 休息 别人每天都休息 每天 张丽娟要忙到午后 才能送走最后一位食客 只有在傍晚全家人的餐桌上 一家人才难得有空 聊会儿家常 我们现在有空就帮一帮 有个 它很累 它会累一点 我专门买菜 煮菜 煮饭 他们会去吃 有些人给他帮帮忙一下就可以 究竟是什么样的美食 让他们热泪盈眶 太酸的 有辣 有伞头的 感觉这个辣味到这个地方来了 你很难想象 这种直冲天灵盖让人热泪盈眶的辣味 居然来自于眼前这一碗凉面 酸甜还有麻辣 有甜 有辣 有虫 打水 到底是怎样一种特别的辣味 成就了一碗普通的凉面 加了芥末的 只有加了芥末的凉面 才会能够伤口 完全都喜欢吃的 凉面加芥末调味 这真是闻所未闻 那万州人又为什么偏爱这种奇怪的搭配呢 我决定探究一番 这是什么味道 酥吧 一下子感觉自己的鼻子 耳朵都在冒汁 而且有点酸甜口的感觉 让人食欲大振 但是现在特别臭 来 小峰 来碗凉粉 缓一缓 咱们这凉面 味道确实不错 但是我还吃到一个很辛辣的味道 像是芥末吧 咱们这里边加 芥末 芥末 我还头一回听说这个凉面里能加芥末 今年55岁的王成华 是土生土长的万州人 他承接祖辈 经营面馆 已经快三十年了 王哥虽然人到中年 却有一个热血青年才有的爱好 拳击 平日里的王哥喜欢在拳击馆与人切磋 从拳击中寻得灵感 让食物变得与众不同 这是他做美食的态度 拳击是我最喜欢的运动之一 因为它能够让我保持更高的专注力 王哥说 越是做一碗简单的凉面 越需要专注 味道的差别往往就在一丝一毫的细节中 酸甜麻辣虫 别吃不严 一个夏天吃不够 王哥说 他的芥末 可跟我们熟知的青芥末大不一样 我们这个是黄芥末 跟平时是寿司用的 青芥末不一样的 你看 他们的颜色都不一样 真的是两种芥末 这就是青芥末 这就是黄芥末 闻起来是有一点淡淡的臭 这怎么做的呢 是油菜籽做的 油菜籽做成了芥末 把油菜籽做成芥末 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芥末这种调味品 家喻户晓 几乎人人都吃过 神奇的是 王哥家的芥末竟是用油菜籽做成的 油菜籽如何化身为芥末呢 看来想要得到答案 还得从割油菜开始调查 小郭 看见了眼前这片油菜地没有 看见了就这一块是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场 我们今天要把它收割完 这一整片就靠咱们自己收割 对的 王哥告诉我 我们现在收割的品种是芥菜型油菜 只有用这种油菜籽制作的芥末 才味道够香 气味够呛 王大哥 告诉我一下 咱们这割是割哪一部分 差不多这个位置 但你得小心自己的手 还有自己的腿 这就可以了 是的 我看一下您 基本上割完之后就往后放就行 对 今天我们收割的油菜籽 经过两三个太阳日晒过后 就地把这个用连杆 把这个油菜籽打出来 右手再上 右手再上 再握住这个位置 还下来一点 二分之一的地方 下下下 你这个手还稍下来 不得 这个连杆要打到你手上了 对对对 我掌握这个诀窍了 这个连杆的最高速的时候 一个惯性把它带下去 这样子就更能够出菜籽 是吧 对 咱们一起啊 好 预备 走 当地人用的这种农具 学名廉家 是一种极富劳动人民智慧的农具 只需轻松敲打 金灿灿的油菜籽 带着愉悦的弹跳声 迅速分离脱落 这个就是我打出来的 黄灿灿金城城的油菜籽 果然自己打出来的 感觉都不一样 有了油菜籽 距离我的调查目的更进一步 王哥却把我带到了一处石墨房 按照王哥的说法 想要做出纯正的黄芥末 还非他不可 方大哥 这个可是石墨啊 是不是 是的 这个菜籽用这个磨 磨完之后就变成芥末了 这真的磨成 真的 你说这个现在科技化 水平这么高 咱们为什么还得用人工人力呢 用一些机器呢 传统的做法 保证味道的原汁原味 我们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 手工碾磨油菜籽 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油菜籽中的芥子酶成分 芥子酶就是油菜籽可以制成芥末的关键所在 我看现在这颜色已经很金黄而且挺细了 王哥 这个既没有芥末的冲粉 而且我刚刚尝了 也尝不出这个辛辣味 我们要做成芥末的话 还需要经过发酵 在油菜籽粉末中加入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 不停地搅拌 在搅拌的过程中 油菜籽中的芥子酶会被彻底激活 发生水解反应 生成一流芹酸稀饼脂 也就是芥末辛辣味的来源 最后在盖盖发酵半小时 风味更加独到 嗯 臭不臭 非常臭 我觉得我得跟您 不 我得跟咱们这个芥末酱 好好的倒个气 我刚才太小瞧大了 有了芥末这味辛辣的配角 真正的主角才能闪亮登场 捡水面下锅煮至七成熟 为了防止面条煮得过熟 在煮面时要不断地往锅中加冷水 使水温相对固定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口感才会更加筋道 捞出来之后下一步做什么 你就用这个蒲扇不断地上锅 是给这两面扇 对着面条扇 对的 咱们扇这个面条的作用和目的是什么 我们要让面条快速冷却 加快冷却时间可以防止面条粘连 此时还需要熟菜籽油来加持 均匀涂抹让每一根面条 都沾上菜籽油的香气 这是独属于万州人夏天的味道 为什么要抹这个油呢 它会使面条更筋道 确实是 因为吃凉面的时候大家 那个撕溜的感觉 就是要面条一根一根的比较分离 才有吃凉面的感觉 王哥告诉我 凉面胆汁好后 接下来登场的就是凉面的黄金配角 鸡丝 将鸡胸肉下锅 配以生姜去腥 煮熟后迅速捞出 放置冰水中降温 冷热交替间 鸡肉肉质变得韧劲十足 再用纱布包裹 木棍锤打 鸡肉纤维被顿力自然分割 排出多余水分 肉质变得更加松散细嫩 最后再将鸡肉顺着纹理 撕成长短均匀的细丝 加上佐料和灵魂配角黄芥末 到此一碗凉面 就算大功告成了 来小姑 我给你看看我的绝活 绝活什么绝活 凉面的绝活 打料的绝活 打料还能有绝活 一只手加四个碗 甚至更多碗 就是王哥所说的 打料绝活 这一动作不仅是为了 加快打料的速度 缩短等面时间 更让大家在枯燥的排队过程中 多了一份乐趣 小姑姑四碗料同时大 挑战开始 我看要怎么放 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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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好了 你来你来 我发现这个我还支持不行 王哥家的凉面 从最初外公挑着扁单 走街串销 到如今传承了三代人 几十年时间 流动的凉面摊 扩大到了现在的固定店面 而不变的是依然源源不断的顾客 和这一碗碗色香味俱全的凉面 进秋八月 农田已经完成了收割 秋风拂过 采摘野菜的时节又到来了 木许 据说是汉朝张迁 从西域引进的一种木草 却蕴含着秋日矿味 昔日缺少蔬菜的林坟仁 不得不以木草为菜 但他清苦的滋味 与唇齿相遇 却挑动起独到的味觉 成为林坟仁面食的极家搭档 就这块点啊 就这种叶的 我还做叶头 这块人才能吃的 王小娜 土生土长的一成人 如何采摘木许 是他从小就熟知的一项技能 这辣面也交给大家 不能够辣 不要洗了 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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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里面将就的是 一气合成 从揉面到切面 再到猪面 三个步骤 这需要紧密连贯 快速完成 中途不能用性面的 减隔时间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面的 绵软口感 一成人家的风俗 孩子第一次离家时 都要吃一碗妈妈做的 棉窝面 棉窝面中的棉 有粘连交合之意 代表着一家人血脉相连 亲情相依 这古老的风俗 棉延至今已有四百多年 在他做棉的时候 我必须配合着 把菜也淘好 让面将就面与菜 要同时破锅 才是最好吃的 一开始咱们还是做不到 但是生活的时间 不久孩子就要离开家乡去外地读书 王晓纳夫妻心里万般不舍 对家人的思练 除了记忆面貌 声音 感觉 也许还有曾经难忘的 那一顿餐食 小麦是棉窝面的底味 配菜是棉窝面的精髓 作为一个引进的农作物 小麦已经成为 林坟当地主要的粮食 暖温带半湿润的大陆气候 四季分明 秋季充足的酱水量 是小麦生长的天堂 棉窝面中最重要的配菜 便是木许 木许就是棉窝面的灵魂 木许俗称金花菜 胃虽苦 但含有的维生素K 其他蔬菜不可比拟 一成人自很久以前 似乎就理解这种味道 与营养间的辩证关系 来来给你夹上这椰片 先放点酥油 甘甜的豆芽 苦涩的木许 清爽的黄瓜 咸香的肉丝 服以辣椒增强食欲 以醋中和所有的味道 将酸甜苦辣咸 融合在一碗面里 多吃点鸡蛋 好吃 好吃的吗 不是 给你剪一点吧 你怎么不剪点野菜的 说说这野菜 你咱都没有吃的 就是 吃野菜 就是一半 这是很多花不好 它在黑的 外面吃不少 这碗融合了 酸甜苦辣咸的黏窝面 被赋予了五味之外的 第六味 那就是酸甜苦辣咸之外的 那一份浓浓的情 好啊 差不多 清苦 游子离家远行的 私香之味 营养 寄予家人 对游子的 阴阴嘱托 在中国人的烹饪词典里 食材 没有优劣之分 只有烹饪记忆的 高低之别 每天早上 邵政伟家的小面馆 总会挤满时刻 他做的肥肠面 远近闻名 一个早上 就能卖出两千多碗 肥肠 一种很让人头疼的食材 虽然胃没有嚼劲 烹制起来 却颇费功夫 它污垢难清 腥臭难除 舍弃 却又可惜 这种食材不在少数 被称作边角料 不过在民间 有不少烹饪高手 独具慧眼 另辟蹊径 为了尽可能地利用食材 避免浪费 对猪大肠 羊肺 羊蹄 甚至牛角皮 进行全面改造 施展道道独门绝技 将它们做成 美味佳肴 边角料的蜕变 成就了一方美味 以让这些民间小厨 逆袭成功 迎来人生的美好春天 大清早 面店老板邵政伟 一如往常 挑选这一天要用的肥肠 在他看来 现买现做 是保证口感新鲜的 博二选择 邵政伟挑肥肠 没什么秘诀 够大就好 我们要买肠肠 买大一点的 因为我们切出来的时候 脱水的时候 大气才均匀 才有卖象 邵政伟是肥肠圈里的手艺人 他做肥肠 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用手撕去肥肠内壁的脂肪层 这其实很平常 家家户户都这样 盐 盐 在这里不是增味 颗粒体 摩擦肠衣 预水结化 醋 杀菌 去腥 刮油 反复揉搓 阿扎气 逐渐去除 这也不是秘方 真正的秘密在这里 大锅牛肉汤 捞出牛肉 剩下高汤 邵政伟很奢侈 别人家超用开水 他用牛肉汤 去腥 去臭 去意味 增加牛肉香 真正的秘方 是不计成本 这东西水不得 还是逃不着浪沙 因为我们围了 把心意煮得更好 人家把围的煮得 所以说我们都必须 投大家钱 肥肠有了牛肉的香 但牛油需要被洗去 这回用清水 肥肠是根管 每段不能太长 内壁上的一切要靠挤 资深老员工 去做这种简单的事 要的是细致与耐心 仔细观察 切肥肠 顺手那一番 也是秘密 切出菱形 为了增大表面积 尽可能地去吸味增香 食材处理完成 转化刚刚开始 素肥肠变成香肥肠 需要二十种调料 但最先下锅的 却是白糖 小火炒糖色 牛肚子上有一层纯度高的脂肪层 就是牛油 后方是因为溶点低 但不妨碍原生的乳香 不断搅拌 不断搅拌 就是在等这一秒 咖啡色的焦糖正要结晶 只有一次机会 轻倒下所有调料 过火 糖会焦 早了 晒不正 这是一瞬间的玄妙 大火熬煮 花椒的麻 香料的香 红油的冲 豆瓣酱的鲜 一锅 百味 足以增香 此刻肥肠需要高科技 就是高压锅 高压能够快速助力肥肠熟烂 完成口感中的滑语弹 传统的炖煮 易老难嚼 这十五分钟 让那根曾经作为气料的肥肠 完成香的转化 你看这个肥肠 看起来 你看它有水泥的感觉 而且又发亮 肥肠已经完成了自身修炼 还差一步 它就能完美变身 这其中的关键 就在于 将面与肥肠的味道 合二为一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为了达到这种奇妙的味觉平衡 邵政委需要一味药引 面是素面 肠是味肠 一勺深 一勺浅 调料 平衡面与肥肠的味觉统一 你看这个 它的挂碗 它的肉烤 这个面条才好吃 好的调料 要能挂碗 挂碗的秘密 是辣椒 为了找到合适的辣椒 邵政委变成了一名 深度辣椒体验者 为了辣椒 邵政委 没少跑 有时候辣椒下面的质量 没上面的好 我们拿回去 带辣椒 必须要看好 但是它这个辣椒还比较好 进不了好的货 对我们来说找不到快乐 我们尽管好的辣椒 我们才能找到快乐 打调料才有自信 菜籽油 炒辣椒的标配 三种辣椒 有香 有麻 有色 小火慢炒 说是炒 其实是煎和焙 煎出辣椒 花椒的混合香 焙焦 辣椒的皮和籽 必须手工重蹈 要的就是不均匀 不能用个绞碎的 必须要砸碎的 砸碎的会把辣椒的汁砸出来 大皮有嚼劲 粉末有香味 吃在嘴里 品香又来劲 依然还是菜籽油 七成油温 泼洒 焦鳞 焦香彻底释放 润滋均匀 挂碗 就是晾档 足够稠 这家小小的面馆 从早忙到晚 一年到头 要从锅里 挑出72吨面 胖妹 是邵政伟的妻子 也是她曾经的梦想 你找了照片吗 你也在手里照片 那是关档的 没有那些好吃的帮帮 最开始因为来自农村嘛 因为家庭贫寒 那个时候开面过来 只希望挣点钱来娶个老婆 就满足了 梦想早已实现 小政伟还从大山里 带出不少表亲 这个是姨妹 这是妹夫 这是表妹 这是表妹夫 这个是二妹 一家小店 一家人 朴实 让肥肠转化 勤奋 让人生改变 兰州 中国唯一一座 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 小麦种植面积达32万亩 花样繁多的面食 在美食世界里 自然各领风骚 拉 赶 压 揪 毋庸置疑 这里是面食爱好者的向往之地 有人说 兰州人的一天 是从一碗牛肉拉面开始的 这个有着超过一千家 牛肉面馆的城市 每天要消耗 一百万碗以上的牛肉面 在兰州人心目中的牛肉拉面 绝对是这座城市 当之无愧的美食王者 凌晨3点30分 61岁的陈作霖 即将进行一项重要的工作 在过去的37年里 他每天的平均睡眠时间 不足五个小时 这油温还有一点高 陈作霖的厨房里 从不依赖温度计 全凭手感和经验精准控制 在他看来 眼前的这桶菜籽油 是小店屹立于 拉面江湖的绝胜秘籍 油温的高阶 把它碰好以后 炸出的这个辣椒特别香 辣油的烹制 油温是关键 过滴 滴不出辣椒的香味 烧糕又容易焦糊 能否激发红油的香气 成败在此一举 已经165了 现在可以炸辣椒了 先炸吃吗 吃吗 这油温165刚喝 现在放进去炸辣椒的调料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时刻 辣椒面与菜籽油充分接触 高温使辣椒面迅速脱水 渗出香味 辣味素和红色素完全吸出 色泽红艳 辣味醇厚 香气吸人 一桶平淡无奇的菜籽油 在陈作霖的手里 完成了华丽转身 为了做好一碗上层的牛肉面 忙碌必须从凌晨三点开始 现在距离开张不到两个小时 他要赶在徒弟们到来之前 切好可供一千碗牛肉面 使用的一百公斤以上的 牛肉与萝卜片 这是每天清晨 兰州最常见的场景 埋头吃面的人 可能是学生 商贩 也可能是白领 教授 两张板凳一高一低 就成了他们理想的就餐区 更有的直接蹲在马路边 蹲着吃是老兰州人 吃面的独有姿势 当地有句俗语 蹲着吃正宝 站起来刚好 还有不少人是下了飞机火车 带着行李箱直奔牛肉面馆 兰州人世面如命 不到这里 谁都无法理解 上研究生 回来第一件事就肯定先吃牛肉面了 七夜一下火车就直奔这了 经常过来排队吃牛肉面 那排多久啊 有时候 有时候两个小时候都排过 兰州人为何对牛肉面如此痴迷 一百多年前 回族人马宝子把煮过牛羊干的汤 对入锅中 清香扑鼻的热锅子面大受欢迎 马宝子又在和面时 创造性地加入了烹灰水 这种碱性物质是和面的关键 它能使面团更加富于弹性 还能让面汤不至浑浊 一碗绝佳的牛肉拉面 应该具有汤汁清爽 萝卜白净 辣油红艳 蒜苗翠绿 面条黄亮五个特点 五项标准一样都不能含糊 兰州的牛肉面馆 大多是早上五六点开始营业 下午两三点钟关门 每天定时定量供应 营业时长不超过九个小时 陈作霖的小店也是如此 现在是早上七点 即将迎来用餐的高峰 然而徒弟活的面 并没有达到他的要求 陈作霖非常着急 这面就这样这么样 玩吧你 你上玩了 你看你直接看 看看 你直接捏 这样放在上面 就是 面是正定玩的 面团的软硬 会直接影响牛肉面入口的体验 陈作霖深知 面条老涛们 对牛肉面口感的挑剔 每一道工序 都绝不能有丝毫妥协 你觉得面 面都是这么一截子 面图的钱 就这样子面图 面图的面图 面图的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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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弟们加快了手里的节奏 在陈作霖不足50平米的面馆里 最多同时容纳30人就餐 用餐高峰时 店外的顾客要比店内多 这其中有不少顾客 都是30多年来的老面图 每天都是这个位置 都是这个位置 现在都对行了 上班的时候早晨 早早起来上班以前就要吃 吃上去进场 小伙子吃着老汉了 一直在这吃 这些客人每天都来 只有一碗热辣滚烫的牛肉面 才能唤醒他们一天的味蕾 几十年过去了 这些经常光顾的客人 早已和陈作霖成为熟食的老友 一碗碗牛肉面 成就了兰州人的一段段缘分 陈作霖在拉面馆里工作了37年 17岁时 他被父亲送到一家牛肉面店当学徒 然而做了四个月之后 才能勉强做出一碗合格的拉面 要想拉出一碗上层的面条并不容易 需要选用全麦粉或麦芯粉 加适当比例的盐 碱和水 拉面前的准备工作 行话叫六条 通过反复摔打 揉搓 赋予柔软面团以筋骨 顾名思义 拉面的关键在于拉 手上拿着的面剂子 似抓非抓 似握非握 要想拉出粗细不同的大宽 九叶 毛细 荞麦棱子 不但要避力过人 对力道的控制 还要刚中带柔 做牛肉面整整三十七年 今天的陈作霖 无疑已是此中高手 靠着拉面的手艺 他在西谷区逐渐有了名气 多年的经验 让他知道怎样才能做出 一碗地道的清汤牛肉面 下午三点 卖完了最后一碗面 陈作霖的牛肉面馆 停止了全天的营业 然而忙碌并没有结束 陈作霖在面馆工作的三十七年里 陪伴他的一直是牛肉面 和凌晨三点半的月光 这三十多年里 啥都不缺 啥都不欠 说句心理话 就欠瞌睡 中国人对待生活和生命的态度 彰显在每日的烹饪上 中国人走到哪里 就把精心的烹饪带到哪里 兰州牛肉拉面 随着人口流动 走遍了中国 更走出了中国 今天 兰州牛肉拉面 在全国开店超过五万家 更是在美国 法国 日本 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 发展店面二百余家 在兰州吃面 可开胃 可开盐 拉是表演 揪也是一锦 兰州市安宁区的这家餐厅里 聚集了很多揪面片的高手 他们都来自附近的村庄 超过十年的揪面片经历 让他们可以在三分钟之内 下好一大锅 可供三十人食用的面片 煮面片 是兰州家庭最常吃的面食之一 掌握揪面片的手法 是兰州人下厨最基本的要求 将一整张擀好的面皮 切成两厘米等宽的条状 锅里的汤烧开后 把切好的面条拿一根在手里 一头搭在胳膊上 另一头用拇指和食指 揪一寸左右的片状丢进锅里 揪面片的动作一定要快 这样才能缩短面片 先后下锅的时间差 从而保证面片出锅时的口感最佳 原理看似简单 但想要如此熟练地揪出一锅面片 必须经过长时间反复练习 兰州有句老话 叫好火架不住三人下 意思是 如果有三个人同时揪面片 往锅里下的话 锅里的汤就很难沸腾 最上层的面片要薄而匀称 如手指加大小 由于形状小异于消化 煮面片是一道非常适合 老人与孩子食用的家常美食 兰州人吃面的讲究 不仅在于味道 还在于季节 夏季来临 兰州人的第一反应 不是打开空调 而是来一碗酸爽沁人的姜水面 古诗中说 痛饮甜头消暑气 深藏除假 备年荒 竹梨茅舍 愁亲友 姜水面条 胃最长 眼前的这种面条 口感与兰州牛肉面完全不同 爽滑弹牙 韧性十足 做姜水面条 须选用高筋面粉 使用传统方式 和好面团之后 最关键的 在于压面时的力度 木杠碾压面团 用人体弹跳的重力 让面团受力均匀 以此压面超过十公斤 和好的面 要用木杠反复挤压 四十分钟以上 压薄的面皮 便可以用来制作面条 这样压打出来的面 具有独特的韧性 当地人把这种用传统方法 制作出来的面条 叫做杠子面 配上极具兰州 当地特色的姜水 一碗酸鲜无比的姜水面 令人食欲大开 在兰州 不论是高档的饭店酒楼 还是路边小店 都有姜水面出售 徐桂金家的老店 已经在兰州开了三十年 夏日里来吃姜水面的人 络绎不绝 手工面 地道的姜水 成就一碗清凉爽口的姜水面 再搭上猪蹄 蒜拌茄子和姜豆 三样姜水面的绝配 造就了兰州夏季 独特的清凉味道 姜水面的灵魂 离不开让人口舌生津的汤料 姜水 繁华的都市逐渐放慢节奏 八十岁的徐桂金 又来到了大棚 亲自看姜水的制作 自从十八岁嫁到这里 从年轻的学徒变成了老师傅 他心中总是牵挂着 这一缸缸姜水 温度你也要照顾 你温度低着 发不过 浇费不酸 也不好吃 温度高差 它发现得快 它就车下去发现得快 浇费爬下去 你多好 兰州的夏季 阴雨伴随着温度的骤降 会影响姜水的发酵 每天实地考察 品尝 就是为了让姜水的口感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异 姜水中含有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乳酸菌 而有助于消化 就像北京人喜爱的豆汁一样 散发出一种妙不可言的滋味 做姜水的原材料 多为常见的蔬菜 但每一个步骤都决定最重的口感 芹菜提香 卷心菜保证发酵后的酸度 白萝卜偏甜能够提味 待洗净之后 制作姜水最大的讲究 就是要洁净 做姜水的大缸 徒弟已经擦洗了无数遍 将不同比例的白面和豆面 分别倒入缸中 然后浇入煮沸的青面汤 搅拌均匀后 放入刚切好的蔬菜瓜果 再加入饮子 驱桂筋习惯用以前的老姜水做饮子 保证口感的传承 经过几日奇妙的发酵反应 普通的几样小菜就酝酿出让人生津开胃的美食 我们做椒肥面 把椒肥油做好 椒肥油铺米粒 我们今天把它做得好好的 擀面 切面 煮面 已是茂蝶之年的驱桂筋 不用杠子面 还是习惯自己的手擀面 用热油淋上花椒 辣椒和蒜苗 倒入姜水中 再放入煮好的面条 这就是兰州地道的姜水面 从前 兰州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姜水 背景离乡的兰州人 总会怀念这酸鲜的美味 传承和守护 受益人把生命的时光 都挥洒在每一次 周而复始的劳作中 用持之以恒的坚守 真心对待每一份美味 手擀面的檀芽筋道 姜水酸爽鲜香的口感 是食客们难以忘怀的味道 姜水面沁人肺腑的清凉 独特悠长的酸香 这份酸有些厚道 既留在口中 也流入心甜 实在当季 实在当地 惯于吃面的兰州人 最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到了兰州 吃上一碗用当地特有的小麦品种 合上头做的面条 才算不需此行 7月 辽阔的中国北方 成熟的小麦决定了大地的基本色 与机械收割的景象不同 兰州市区以北45公里的高兰线 依然保留着最传统的手工拔麦 他们踩着麦子成熟的节奏 用双手拔 而非镰刀割的方式收获着小麦 它这个麦子形状呢 就是两头尖很细长 感觉就像没长熟一样 我们这边就把这种 就叫玻璃茬 它这个做出来的面就很劲道 这种极为特别的小麦 名为合上头 退化的麦芒 让它比一般的小麦更为耐旱 高兰县地理环境独特 干旱少雨 遍布黄土砂石地块 因此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 合上头被当地的老百姓 称为救命粮 然而适合种植这种小麦的土地 越来越少 眼前的山坡地块 是为数不多的阵地 痴密于合上头的 九五后小伙 陈百年 2017年大学毕业 与大多数同龄人不同 他并没有选择去大城市打工 而是回到高兰老家 种起了小麦 咱们这个小麦必须得拔出来 不能把根留到地里 这个地也不能翻 如果说地不翻的话 这些根明年全烂在地里边 合上头小麦必须种在砂石地里 靠雨水浇灌 现代的农业收割机械 根本无法在这里施展拳脚 将麦子连根拔起 就成为收获季节 农民必须要做的工作 我从小就在粮食堆里面打拱了 我其实一直有个想法 怎么把我们这个麦子 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们西北并不是就像沙漠那样 特别的贫瘠 这个戈壁摊上 还能长出来这样好的东西 陈百年是典型的梁三代 爷爷和父母都在粮食局工作 它是在粮食堆里长大的 从小就对本地的合上头小麦 有着浓厚的兴趣 然而在效率面前 今天的手工拔麦毫无优势 一亩地产量不到二百公斤 收入最多一千元 合上头似乎已不属于这个时代 高兰县属于温带半干旱气候 日照充足 适宜小麦生长 每年夏秋季节 合上头小麦陆续上市 高兰人对合上头 有着难以割舍的依赖 在陈百年的成长记忆里 虽然吃遍了天南地北的面条 但只有家乡的合上头手擀面 始终让它难以忘怀 如今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小麦 陈百年常年四处奔波 迎接陈百年回家的 自然是妈妈亲手做的手擀肠面 蓝州妇女大多习惯使用擀面杖 擀面是她们得心应手的生活记忆 为香芹极其清楚做面的奥妙 把面擀成直径四十厘米的圆形 经过折叠再切成粗细三毫米左右 正是这样的宽度 加上合适的火候 才能彰显新面 金石的芽感和清香的味道 捞在碗里莲花瓣 吃进嘴里嚼不断 说的便是合上头面筋道的口感 如何使合上头小麦不再局限于地域和时令 陈百年一直在寻找解决方案 他办了一个专做合上头面条的加工厂 使扎根高兰的小麦品种制成的面条 却能走向四方 这些制面师每人每天会晾晒超过一千把面条 一把面一百三十克 误差不会超过百分之一 今天 面条加工车间里 一把用合上头小麦制作的面条 六道工序 每个工作日会有一千公斤面条生产出来 并销往全国各地 这种古老的主食 在这个时代呈现出另一种风貌 陈百年一家人 用他们的方式 让合上头小麦重新焕发生机 宁可三日无米 不可一日无面 这是兰州人日常生活的写照 无面不兰州 人守着面 日子踏实而满足 这碗面 养育着黄河岸边 世世代代的兰州人 祝福 神明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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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